根据环球时报报道 近日解放军南方战区海军航空队在南海进行了一次实弹演习 并且公开展示在电视中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解放军出动多架尖轰漆战斗轰炸机飞行到海面对预定地点进行投弹攻击 据报道称 此次解放军海上打靶将千枚导弹倾斜在大洋中可谓声势浩大 那么解放军南海大练兵究竟是为了针对什么的呢 不久之前美国日本法国与澳大利亚四国在东海海域还进行了一次联合军演 其中就包括夺岛作战演练 有分析指出此次四国夺岛演练就是为了应对在南海中与潜在的解放军发生岛礁冲突 我们知道南海岛礁属于我国主权范围不可按动 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了稳固霸权地位采取遏制中国的战略 并且试图通过挑起南海争端来对付中国 四国大规模军演正好与解放军南海练兵对应上 此外网络上还有一张卫星图曝光了解放军此前一次演习中进行模拟岛礁轰炸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被轰炸的岛礁水域泛起水滑 根据卫星图指示岛礁轰炸演习地点位于海南岛东南部外宁附近海域的一座小型无人岛礁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无论是解放军还是西方联军都把岛礁争夺战视为核心要素 而这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知道我国对南海主权的掌控得益于近年来人工岛的建造 人工岛为解放军提供了南海的前沿阵地 同时也成为意图介入南海国家的阻碍 目前解放军在南海人工岛礁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甚至可以把大型轰炸机都部署在南海岛礁上 而美国很早就意识到打击中国在南海岛礁的重要性 此前美军就有理论认为可能通过直接用导弹轰炸南海岛礁 除此之外 美军还开发出一种应用于岛礁作战的新战术 名为跳岛作战 简而言之就是利用美军的空中优势 对南海岛礁进行选择性登陆攻击 既然美国人有意对咱们的岛礁动手 我们自然也不能松懈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掌握对等报复的能力 若美军为首的西方集团要在南海声势端 必然会以第一岛礁与第二岛礁作为军事行动的阵地 因此针对美军在第一岛礁的军事部署便成为反击的关键 而我们也知道第一岛礁与第二岛礁有很多部署有军事基地的岛礁 而这些岛礁也会成为战斗时刻解放军的目标 也因此解放军模拟岛礁的轰炸训练是很有必要的 也是为了警告美日法澳还敢夺岛 5月25日台媒中国新闻网刊登消息显示 在当夜凌晨时分台湾花莲基地秘密起飞了四架台军F16 似乎是为了害怕大陆发现 四架F16在升空后全速向太平洋方向飞行 而随着忠实的调查才发现 这四架战机居然是飞往美国本土的 因为是全速飞行 巨大的声响惊动了当地居民 又因为台军含有夜间飞行人物 因而被误认为是解放军的军机载着台飞行 据忠实调查发现 这四架F16战机本来源于上周五 也就是5月21日动身前往美国 但是台情报机构担心可能被大陆提前截获情报 因此拖延到了25日凌晨才秘密起飞 而且为了以防万一 台军将四架F16身上所有的标志物全部清除 因为距离过长 美军将会在途中安排空中加油机 对着四架F16进行空中补给 直到安全抵达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基地 有观察人士指出 在5月13日曾经从太平洋方向飞来了6架F16战机 随后又被列装给台空军 而25日又有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很可能就是今年美国与台湾秘密签署的战机升级协议 对外被称为奉展项目 该协议中曾经提到过 台湾当局将支付1.38亿美元的合同款项 而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负责将台湾军队中的F16 悉数改造成拥有现代化武器和雷达系统的F16V战机 据称 美军每次会要求单批次三架左右的F16 从台湾飞养美国接受改造 一方面 这种长距离飞行可以帮助台军飞行员适应战机的操作 另一方面也能为台空军士兵提供难得的训练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的情况已经十分明朗 证据已经确凿 台湾局就是在公然勾结美国 妄图以武俱统 斜扬自重 如今多种情况已经证明 台湾就是一步步尝试着压缩突破大陆的忍耐底线 为此 还有一些岛内所谓进步人士 跑来大陆捞金 不断要求和平 然而在去年的《告台湾同胞书》中 已经很明确地提到 大陆人民不想台湾陷入战火 但却不会害怕台湾陷入战火 如果台湾一意孤行 那么台海地区必然地动山摇 当前 台湾空军不断接受美军的训练 装备又不断接受美国的现代化改造 可以说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对我国未来动手势必造成影响 而放任台湾一步步接受美国的各类军事装备 也必然造成我国统一成本的上升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又还在等什么呢 台媒曝光 25号凌晨零时57分 四架F-16战机 飞往美国执行替代训练人物 据悉 这四架飞往美国F-16A战机 不断机身原有的机灰被抹去 就连维一上的第五连队最著名的太阳神涂装 也被刻意地抹去了 并且隐秘地从花莲基地的西侧碉堡划出 向西太平洋方向飞去 就在F-16A战机25号飞往美国的同一天 美国国防部宣布 洛克希的马丁航空公司 已获得1.38亿美元的修订合约 为台20批次F-16A战机 奉战项目购改案 开发并部署改良型AGM-88反辐射导弹 以及自动防撞地系统 该公司甚至还要为F-16A机队 改进雷达软件的成熟度 升级数据收集系统 简单来说 美国在帮台20批次F-16A机队 全部进行性能提升 也正因如此 报道中显示台军规划 每次由美国飞回几家 就派同样的架次 并完成升级的F-16A飞去美国 这就不由引起外界好奇 倘若真的是对战机进行升级 为什么选择在凌晨 且要刻意抹掉涂装 难不成正如外界猜测的那样 这次反美的飞机 并非人们预测 已经完成升级的F-16A战机 值得一提 前不久 太空军6架F-16A单座战机 经过十余次空中加油 并在于10小时 超过1万公里的跨洲飞行后 于13号下午 抵达台空军花莲基地 尽管当时台军对外做出的解释时 此次长城跨洲飞行 证实了台军飞行员 已经具备空中加油的技能 但在部分网友看来 这6架返回台空军花莲基地的战机 是美国人打马虎眼 借记给台军送来先进的武器 为了挑拨两岸之间的关系 这段时间以来 美国从各方面为台撑腰 双方展开军事联系 就是其中一方面 美国向台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 也是一方面 也因此导致两岸关系更加紧张 而对岸也因为有了美国的撑腰 越发的肆无忌惮 虽说我方多次明确表示 坚决反对美国向对岸出售武器装备 但就目前来看 对岸并没有听进去 也可以说是完全无视了中方的警告 如此一来 借升级战机的理由 给台送来更多的武器装备 这一可能性非常大 陷入疯狂的美军 在未认清美兽台武器的严重危害性下 很可能会这么做 但是对台军手无异于触及到中国的底线 如今美台勾结 必定会给台海和平稳定 构成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台海问题只会越来越难得到解决 大陆倘若继续忍让 放任其狂妄下去 只会让美台变本加厉 尽管目前还没有官方证实 此次台军战机秘密飞往美国存在什么目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其中必定有鬼 大陆不能再等了 敌人已经在用实际行动逼我们动武了 既然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手下留情的必要呢 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 在美韩密会后 近日有韩国媒体曝光了 双方在密会上签署了全新导弹协议 根据这项协定 美韩未消除周边国家所带来的影响 韩国今后将集体发展导弹技术 解除导弹射程禁令 不再受国际公约相关规定的限制 及导弹射程核当量的限制 鉴于其敏感的地理位置 这一举动将势必引起 韩国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介入 毫无疑问 韩美导弹指南的中指意味着韩国未来 不管是研发中远程弹道导弹 还是为导弹装备更强大的弹头 韩国都可以根据需要自己研发 对于这一限制的取消 文在导弹甚至在记者会上非常高兴地称 韩国终于能够研发射程超过800公里的导弹了 据了解 这一点之所以能让他为之感到高兴 是因为对于韩国导弹来说 800公里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熟悉韩国地理位置的朋友们必然清楚 能够打击800公里范围内的 韩国玄武四弹道导弹 其射程正好是从半岛的最南端 打到半岛的最北端 从首尔发射的这枚导弹 也能给中日带来有限的威慑 我国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乃至日本的九州四国关系 都在韩国玄武四型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 而800公里的射程一旦扩大 那整个亚太都处于韩国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内 美国这种解除韩国导弹射程限制的行为 无疑不是正将整个亚太地区变成火药桶 有专家分析认为 韩国导弹尽力的解除 意味着中美版本的古巴导弹危机即将上演 如果未来韩国发展出射程接近1000公里 甚至超过1000公里的近中程弹道导弹 同时弹头继承了玄武四型弹道导弹 机动型弹头 那么我国的防空反导压力 必将极大程度的增加 误判风险也随之而来 而且除了中国外 对于韩国其他的邻国的压力也不小 这一解禁除了对我国极具针对性外 这意味着韩国将直接改变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 随后必然会使各国陷入军事猜疑 与军备对抗中 毕竟韩国周边的情况很复杂 基本都不是友好国家 现状一旦被打破 日本届时必然也会小题大做 而俄罗斯也将不得不有新的考虑